本土 民主 反共 保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大哥 今天幾號 二十號 喂 大哥 你交了節目月費嗎 交了啦 你未交嗎 喂 大哥 今個月交了月費 五月頭記得幫我報名 5月23號至28號去myradio看現場版 呃 你幫我交多次月費 那就可以一起去咯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嗎 沒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擇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見國營集班主持鄭松泰跟文智 我跟阿錦 我們現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我們現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上個星期開始 就是講香港開埠 那上個星期是借什麼呢 借這個 先講香港開埠 其實是順絕罪講整個香港政治史 香港政治史 其實我想 政治史可能 上個星期我們講的 其實是法治官的眾喜 即是講疑律的公告 那 慢慢會變成一個政治史的講法 法治就講流了很重要的事情 即是共產黨的人 對於英式法治那種戒句 其實是很蠢的事情 你說誰 共產黨是誰 前陣子有個互發 其實九七後 其實香港已經不是行普通法 哦 九七之後香港不是行普通法 香港也要遵守這個大陸法 那些人 或者是中國憲法 實際上是想說的話 就說了中國憲法 其實英國的習慣法 是一把兩個人的劍 你用在不同的手上 即是你用在一些立身不良的人手上 會變成很恐怖的事情 即是你看新加坡就是 你講得太遠了 你看看我就是 你講完新加坡 你講完新加坡說我 都是的 你講大也好 理大也好都是的 那些本來都是殖民主義的體制 誰知道你落在共產黨心上 變成一個很邪惡的事情 他那個有意思的地方是甚麼 即是英國人那種方法 是他留下一些上方的保險 好日都不會用的 是在很緊急的時刻才會用的 用完都不會再 即是他不會有 拿到權力在手上 就一定要用的 而且他往往用的時候 達到目的的時候 他往往用 達到目的之後 他反而會出到兩前去修補 那一下是有一個政治示威 其實是一個小故事可以講一下 英國是一段很長的時間 還有獵巫的法律存在著 一直沒有用到 但第二次生日大戰就是用了 最後一次是第二次生日大戰 他做了一些很準確的預言 很準確的預測 即是他甚至是預測到 是落在蒂德羅 然後他那些聚會 是有一個軍官聽到 聽完之後就嚇到彈起 大領老 這件事是否傳拖傳開去 是否得了呢 結果又用獵巫法 來拉他 找到他去坐牢 不是說他有精神病 說他有精神病 就拉他精神病 但那個就是最後一次用這條法律的案子 是啊 但這個有趣的就是 其實那個法治觀 不是我們單純地想的 只要有一個大英 或者大英的法律 又或者我們現在是走著 所謂的British Law 這樣的說法就是有法治精神 就等於上次來講 英國其實66年之後 香港實際上是廢了死刑的 但實際上那條死刑的法律還存在著 所以妙處就在這裏 譬如你說香港的治安、公安法等等全部都是 加上的就可以說 尤其是在這個公安條例裏面 有一個英女王條例的話 這個是奇怪的 是啊 但我實說 如果你真的說用英女王的條例 來對付這些 例如對付陳豪天 就會變成一個大笑話來的 那也挺好笑 用英女王條例可以對付什麼人 對付劉明偉 是英籍的 那些人其實可以用這些條例去懲罰他 很麻煩的 明天變成之後 明天變成之後用這些條例 拘捕這些 這些是外國勢力來的 佔領一定跟我們有關 只有他們是應間 應間 應間 絕對是應間 我無縮大的大劑 不是 因為譬如剛才我們講過的法治官 我們上個星期講過的 由議律公告開始 是講過人生保障 人生保障是說你人生而清白 其實這個裏面有一個很有趣的區分 但是這個區分是去到近代 少少的政治學 政治思想上面才有區分 就是你每一個人生出來的話 其實是你有兩個的區體 一個區體是一個政治區體 另一個區體就是你的生物上的區體 那他講一件事就是 你那個政治區體 你怎樣是能夠在那個政治區體上面 你是有基本的能力 或者基本的那個維生 你能夠維持下去 你不會死 是依賴什麼呢 是依賴的就是憲法對你的保障 但是在不同的權力類型 不同類型 不同類型 authority的說法底下 其實有些人 他是天生出來的話 他是完全沒有了 被清除了這個政治區體 是只有生物區體 譬如說黑路等等 這個是比較近年少少的 就是一個意大利的社會學家 政治學家 他提出一些看法 但是去回我們講 現在的香港開埠的起點 都是一樣的 但是接下來我們講 整個香港政治體制的歷史 其實是一個挺fustrated的故事 其實如果真的看回 對照在1850年之後的香港 和現在的香港 都真的挺像的 但是例如上一集我們講 香港排第二的黑暗時代 即開放那二十多年 說就是黑暗 但實際上 如果你平衡和維多利港 以北的大清帝國領土來比較 其實對華人來說 其實香港人是想對他好一點 沒有好影 所以實際 沒有那麼金 你不會有寧時處世 對 加上這一點點 但是今晚我們想多說一些 就是想那個 怎麼說呢 還依然是停留著晚清 晚清 即是上半月 香港唯一一次的公投 當然是很不幸的事 唯一是真的官方聲信的公投 但當然我們現在用公投 跟我們現在的概念 有些不同 在那個年代公投 是講一班特權階級的投票 是小冤主的公投 對 就是講羅變臣 羅變臣前期的一個公投 是吧 但早段也要講一些 例如 開頭 講這個公投的背景 要這樣看一看 再早一點的時候 去到十九世紀中的時候 香港的政治慢慢穩定下來 跟著他 先後 那時候還沒叫做立法局 立法局後來是十世紀初 才改名叫定例局 或者是行政局裏面 叫定例局 開始會加一些非官首議員 而很有趣 每一次加的時候 其實你會令你想起 2010年一件 當代政治一件 極度黑暗的事件 極醜惑極黑暗的事件 民主庫 對 民主庫買香港 整個10年政改的精緒就是 直選加五值 但功能組別又加五值 但這個精緒就是 你講的是十九十七世紀 但這種兩邊一起加 這種思維其實是由 十九世紀中開始 英國那時候很多次 你開放非官首議席都是這樣 但通常有時不是 這邊開一席那裏也開一席 甚至可以對官首那些多開幾席 正在說的是當時的港獨 但是每一次 例如 英雙或者外商也好 或者開始有些新武器高等華人 都很毫無演眾石圖民 至少我有個位置坐 至少本來不得其瞞移入 我已經可以入到那個殿堂裡面 大家通常都收貨了 每次都是這樣 但這個其實是挺有趣的觀念 那個觀念是說的一件事 就是華人社會裡面 對於投票 對於個人選擇 他不會是認為 他可以當家作主 其實他進去之後 他是作為一些二等的神文 或者他是作為一些幻 幻冠 其實他已經是一個滿足來的 這是一個整個文化上 對於何謂民主的理解 是有一個很特別的 怎麼說呢 的詮釋 你明白行政交流政治 不是英國人的專利 沒錯 實際上整個科舉制度 就是行政交流政治 還有科舉制度的特色是 他是將自己的家族 不同族裔裡面的精英 吸入去成為自己的的系 即是你 即是你東西方文明的互動歷史 其實有一個很有趣 啟蒙時代那些大思想家 其實最初接觸到 中國科舉制度的驚為天人 驚為天人 然後發現 我們還是一個貴族統治的事 他們竟然是 原來是全國考試 然後考得最厲害的人 就可以當官 還有這個全國考試 考得最厲害的人 你說我們用現在的概念 我們以為是一個 所謂的 basic education 但實際上 全國裡面最厲害的 那幫人有讀德書 可以考進去 一定是當地的家底 裡面最好的貴族 這些貴族進去的 一定是某一種 即家族的網絡 的皇親國籍 所以你說行政交流政治 用金耀基的看法 就好像英國人 創出來的哲學 或者管治的文化 管治的哲學 但其實實際上 好像我剛才提出的 科舉制已經是一個這樣的特色 即是這種是一種 東方主義的奇適特例子 即是他會不會對西方人 遙遠的看著東方 可能會看到一些 即是你看得很理想法 即是你看得很醜惡 但你看得理想法 間接地推動了西方的進步 這個其實是一個 這個很有趣 去到十九世紀中 英國開始 在香港實驗的 孤學生制度 其實他很明顯是 學中式的科舉 但他很聰明地 他把八古文 那樣東西篩走了 他恢復唐朝那種科舉 考察論 是 這些一點我們留下 其實剛才我們講講 都是一個 幾有趣的 一個清英政治 一個清英政治 基本的一些特色 但是第一節時間差不多 我們第二節回來再講